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月鷹茶堂 育仁哥股峰攝影工作室的秋萌 客人祈雨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他們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好 想先請你們分享一下 當初創業的起興動念是來自於哪邊呢 因為我早期的時候在對岸拍攝了很多漢服的照片 然後那個時候就在想說 當時候也有認識很多國外的朋友 那我就覺得很希望台灣也有一樣 這樣子有文化的東西可以跟外國的友人們分享 所以那時候就在想 回來台灣之後就在想說 哎呀台灣有沒有一些這個歷史性的東西 然後就發現台灣大概400多年的歷史 然後就希望 就覺得我可以來做這個清朝的 因為台灣有200多年是清朝統治的 然後我就覺得我可以從這個下手 然後可以把台灣的一些這個 清代時期的一個文化 把它給用一個 具體的形象把它描做出來 呈現給大家這樣 是 那因為其實後來就是有跟就是 育仁閣有做這樣子的合作 可以請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當初是以什麼樣的方式 或者說到後來為什麼會想這樣的合作呢 嗯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一直在找 我覺得一個人力量非常有限 然後我覺得我需要找個合作的夥伴一起 但是我找了幾家就覺得就無疾而終 然後後來就是透過一個朋友 他是做藏花的 然後他介紹了這個 丘某老師給我認識 然後我覺得就是一種緣分 就 因為之前一直都無疾而終 但是認識了丘某老師以後就開始 很快速的滾動 就很快的就是有地點 然後有技術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 就是把我的這些理念都把它具體化出來 嗯 是 應該會比較好奇說 因為其實算是兩間就是企業的結盟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在這個合作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挫折 可以跟我們做分享呢 呃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覺得一路上都蠻受眷顧的 但是我們一直都有一點焦慮 對就是 畢竟這個產業的話 我們都算是 就接案的類型 並沒有說一定有非常穩定的說 每個月可以拿多少薪水 就一定要有客人來 我們才會有單 然後才能拿到薪水這樣 所以一開始 剛開始在拍攝的時候 呃 大家也不認識我們 那我們就會覺得 就沒有客員 然後就會有經濟壓力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 除了說做拍攝這件事情之外 我們就是也會要想辦法 開設別的項目 譬如說辦活動啊 然後來讓更多人看到我們 欸那剛剛有提到辦活動的部分 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去呈現這個活動呢 呃 我們的活動的話 呃 目前就是 主要由月音場這邊主辦 然後辦一個算是 清漢女的沉浸式的活動 對 就是說我會 呃 就是活動裡面 我們會讓這個參與活動的人 首先他們會 可以穿上這一身服裝 然後做這個髮型 裝裝扮 然後我們會帶他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在板橋鄰家花園的附近 然後我們就會 讓他們有時間去鄰家花園裡面做拍攝 然後還有我們就是在活動裡面也會有講座 普及一下就是台灣的一些歷史 還有就是這些服裝上面的元素 啊 的一些小小的知識 對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會體驗台灣的茶葉 好 然後還有就是動手去泡茶 然後喝茶 感受一下台灣的茶文化 哦 對 是 所以就是主要的服務項目是說 欸讓來到這邊的人可以體驗說 以前的人是著什麼樣的妝容 然後可以體驗一些 可能說 欸 茶點等等的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一些拍攝的一些內容 對 是 算是以一個比較沉浸式的方式 讓他們去認識這一塊 台灣的文化歷史這樣 是 欸那會比較好奇說 因為其實你們應該也辦過蠻多的活動 那想必一定有很多顧客肯定的例子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案例 那也是支持你們前進的動力 可以跟我們做分享呢 其實比較 比較有趣的就是 就是辦活動的當下 我們就是看到顧客 嗯 最直接的反應 像我們辦沉浸式的這種體驗活動 那我們在介紹青漢女這個服飾的過程 因為他們自己也穿著這個衣服 所以他們 我們在介紹說 哦 現在青漢女的服飾有這些特色 例如說這個繡花什麼含意啊 或是這個是什麼 什麼藏制巾 然後裙子是什麼樣的馬面裙啊 款式 他們就可以直接當下的穿著自己的服飾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直接翻開來看 就一個我們可以最直觀的就接受到說 他們也就是從一個沉浸式的方式 很直接的 然後就認識 馬上認識他們原本不熟悉的這個文化 哦 是 就是以沉浸式的方式 讓可能完全之前完全沒有接觸到這個領域 或者說沒有這樣的體驗過的人 對 快速了解這樣子的文化 對 這就是我們想要推廣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台灣文化 然後以我們的想法 我們是覺得說 哦 穿上衣服 然後拍照片 是最直接的 一個一條路徑這樣 是 那會想要特別請你們分享一下 那對於整體公司的短中長期規劃是什麼呢 短期來說 我們還是希望工作室能夠先穩定一點 所以我們會主推一些拍攝 基礎的拍攝跟這些活動內容 讓大家注意到我們 那麼中期來說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做一些更貼近台灣文化的 然後更內容更細緻 比如說在服裝上面更講究 妝容髮型上面更講究 然後還可以結合一些台灣 非常在地的這個茶文化 把它跟把這個妝容裝扮就是 把它融進那個時代的 日常生活 對 然後長期來說 就是希望可以更推廣的去販售這些 周邊 對 周邊的商品這樣子 然後就是讓它變成是一個 這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然後就是 這個品牌主要就是在帶給 讓大家注意到台灣的故事跟背景 對 主要就是推廣這樣子的文化內行 對 是的 那如果假如說今天是一個年輕人 那他想投入這個領域 又或者是說他想要創業的話 那有什麼建議想給他們呢 其實這一塊真的就是 你先做下去 就對了 因為這種技術性的東西 拍攝或是裝罩這一塊 一定要越做越多 然後去累積你的經驗 你的技術才會進步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著說 喔 我想要來拍攝 我想要拍美美的照片 但如果都沒有去實踐的話 那你就真的只能想像而已 因為我們也是我們的合作就是 我們每一次想到了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去呈現 呈現完之後我們再想 這次的拍攝說 喔呦 哪裡還可以改進 那我們下一次就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 所以先去實踐 因為這個很多東西都是你要真的去做 你才知道說 欸 我哪邊可以在更好啊 然後需要改善的地方 所以整體而言 就是會比較想要特別 就是請客人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初您是就是為了想要推廣這樣的文化 然後就是毅然居然說 欸 想要跟說 欸 遇人格去做這樣子的合作嗎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聊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有提到復原這件事情 就是想要做一點當代文化的東西 對 但是有一些東西太復原的話 可能現代的審美可能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可能會做到一點比較 美化現代 對 就是它有古典的元素在裡面 但是是可以被現代審美接受的 對對對 所以就是那時候就是運氣很好我覺得 遇見很優秀的裝造師 謝謝 那這邊的部分 有沒有想要特別給說年輕一些建議說 欸 在創業的過程中啊 然後可以說 欸 這麼幸運可以遇到很合得來的夥伴 那有沒有想要給現在的年輕人建議呢 我給大家的建議是趁年輕趕緊做 找到合適的夥伴就不要放手了 他抓起來就好了 是 對 因為其實真的非常不容易欸 就是說欸 可以理念相同 然後說欸 志同道合可以一起前進的人 不但可以幫助企業所得更穩定 其實也是更快速這樣子 嗯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興邀請秋萌 客人祈鈺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那我們就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